Hello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接着带大家看入坚同学入魔的第三季 第一季和第二季以及上集解说的连结我已经放在资讯栏 没看过的先去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上集说的在九华组合的帮助下入坚德人成功夺回了盆栽 现在只要让其绽放这个冠军就稳稳的了 入坚德人姑且是把种子和盆栽合体了 但问题是这玩意就是不会绽放 他们思考了很久最终得出了结论 既然收获计的负责人是负责这座森林的书记老师 而且收获计的目的就是为了验收学生这一年来的所学 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书记老师的第一堂课 在第一堂课中书记老师说明了如何用魔法让植物绽放 所以让传说职业绽放的答案书记老师早就告诉了他们 综上所论他们姑且还是试了一下 但发现猫用没有 种子和盆栽里都不理他们 到了这里他们就急了 毕竟收获计就要结束了他们到现在还是零分 这时纳夫拉试着给种子浇水 神奇的是种子竟然有了开花的迹象 再结合书记老师教过的魔法 种子确实绽放了 但不多 这波鼠是魔力不够了 于是乎入坚打算加大戒指的玛丽 但阿里人都傻了 经过了入坚之前的暴力用法 戒指里的魔力已经所剩无极了 再用下去阿里人就要没了 说是如果附近有魔力庞大的恶魔可以向他借一下 附近想说怎么可能会这么巧的事情发生 但那个魔力庞大的恶魔早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原因就出自收获计期间 克拉拉用他独特的空间吸收了魔物门的魔力 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附近的魔力也是被他吸走了 现在拿回来应该也不过分 于是附近伸出手让克拉拉传递魔力 在这庞大魔力的加持下 传说职业成功绽放 而就在这时一个长得跟魔王非常相似的恶魔出现 缠住了附近 接着说了一句是你妈 附近一瞬间人傻了 但眨眼的瞬间 这个酷是魔王的恶魔就消失不见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奇特植物 而这时收获期正好结束了 附近等人人都吓傻了 他们都疑惑这个长得非常别致的植物真的有十万分嘛 好了现在是结算时间 学生们纷纷把最终获得了点数上交 这时他们注意到旁边的问题儿童们 不禁感叹这波是满屏的压迫感 他们正在等待那两个人带着传说职业归来 就在万众瞩目下他们的身影缓缓出现 众人都非常闹疼 毕竟可以亲眼看到传说职业 但果然看到食物希望就瞬间破灭了 毕竟传说中的植物长得这么别致 确实让人看了火大 还以为会是非常雄伟的植物 这时书记和巴拉姆兴奋地冲了过去 大喊这玩意儿是真正的传说职业 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食物 这样一来入圈他们就获得了十万分 但点数分配该怎么办呢 毕竟他们有四个人 但科拉拉和纳夫拉都表示自己不需要点数 于是入圈和夏克斯都各自获得了五万分 大家都觉得这波冠军应该是实锤了 好了现在公布名次 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 毕竟谁获得冠军都不奇怪 当然冠军师欧洛博斯就非常奇怪了 他的分数竟然高达五万八千分 大家都很震惊这个万年老二竟然得了第一 他仅靠着欧洲的稀有食材就获得如此高分 专门看来这个欧洲还是有点东西的 以上就是今年的少年王 但获得这个冠军 他内心却非常的无法释怀 毕竟他的所作所为不存在所谓的堂堂正正 他自己都怀疑他真的适合少年王这个称号吗 台下的入坚看着非常懊悔 毕无疑问他发挥出了训练的全部结果 甚至做到全所未有的让传说职业绽放 却也还是获得不了这个冠军 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意义 没错你们要的反转来了 安德鲁觉得老师们的算法非常有问题 仔细想想的话传说职业确实价值10万分 但老师们也说过这个盆栽也价值2万分 这么看来盆栽加传说职业应该价值12万分才对 再把这2万分拼分给入坚和夏克什这个冠军就实摧了 至此这次的收获季诞生了两名冠军 大家都很为这两个冠军感到高兴 获得第三的俄罗伯斯也释怀了 既不是第一也不是万年的老二 虽然很羡慕耀眼的他们 但他还是选择尊敬这些恶魔 他诚恳的向问题儿童们道了歉 但其实陆坚却觉得他没做错任何事情 在这个场合下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用出来 而且俄罗伯斯也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这也表示俄罗伯斯的能力真的非常厉害 大家也都觉得这个第三名实至名归 这时会长也过来献上赫词 此刻他也期待着陆坚荣耀归来 之时会把传说之业献给他 但终归只是想象而已 陆坚不为所动 这时纳弗拉过来打招呼 陆坚还好奇为何两人认识 令人没想到的是 纳弗拉是学生会发掘的潜力股 是学生会成员 这次是作为运营者来参加收获季的 也是这一次收获季的隐藏角色 换句话说 他也是获得传说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果中途没有救下他 就无法用他手上的彩虹水壶 让传说之业绽放了 属于是隐藏通关方法 这条件属实是非常的苛刻了 但好在陆坚信仓好把他给救了 就在这时传说之业也开口给他们献上了贺词 大家都看傻了这个植物竟然会开口说话 为此他还特地解释了一番 实际上从获得盆栽核种子到绽放的过程中 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次的失恋 不被眼前的利益诱惑 慷慨解囊助人为乐 最重要的是学生能带着野心去完成这一挑战 只能说这个恶魔太不像恶魔了 入坚还想发出自己的疑问 但传说之业却急忙受尾 好了以上就是入坚同学入魔了 第三季第十七集的内容 后续进行我会尽快给大家更新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喜欢的话不妨按赞订阅关注 不喜欢的话也是要硬硬点个喜欢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 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我是阿兰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